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507集 我也要成为晚夫长 长城内有五大军团 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领地 分别位于这主城内的东南西北以及中心区 而剥皮军所在的东城 同样也被划分出了十个区 驻扎着十大万夫长 任何一个万夫长都具备原因修为 且大都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 比同井之人不但在杀气上要超出不少 就连战力也都远超同北 可以说没有今天的功劳又或者深厚的背景 根本就无法脱颖而出 称为万夫长 而每一个万夫长所在的领区也划分出了十大兵营 被万夫长挥下的十位千夫长所统领 至于百夫长以及十夫长则不再细分 隶属于所在的千夫兵营 白小春的兵营就是在剥皮军内 第三军万夫长周兴军的领地中 与李弘明所在的兵营挨着 从白小春被晋升为千夫长后 这片兵营就已经被万夫长周兴军安排好 送来了上千修士 明显的是对白小春多加照顾 所以这被送来的上千修士赫然都是白小春在战场中救下的那上万人中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早的那一部分修士 其中有的来自其他军团被白林亲自去要了过来 这部分修士对白小春感激在心 更是一路亲眼见证了白小春的凶害与疯狂 早已心服口服 对于能成为白小春的首相 他们心底都有振奋 此刻 在白小春来临的途中 这一上千修士在兵营中 有的正于练法场内 免无表情的施展神通 还有一些人则是彼此切磋 看起来 似出手狠辣 可实际上都有分寸 可更多的都是单独盘膝打坐 鸦雀无声 整个兵营似乎存在了肃杀之意 极为压抑 使得外人不敢靠近 甚至在白小春成为千夫长的这段时间 这兵营内部都是这种样子 四周其他千夫长的手下 看向他们时也都心惊 就在这时突然的远处有一道长虹呼吸而来 这长虹速度极快 刹那临近 直接踏入兵营中 刚一到来 顿时这兵营内几乎所有人 瞬间抬头冰冷的看向来人 大人来了 就在路上 来人是个中年男子 一样的神色素然 一样的蕴含了铁血之意 低沉开口 他话语传出的瞬间 兵营内所有修士全部身体一振 列队 立刻 在这群修士内 身为百夫长的那数人 顿时大吼一声 很快的 整个兵营运转起来 当白小春到来时 看到的就是那一个个 似曾相识的身影 正整齐的站在兵营外 凝望走来的白小春 在相互看到的瞬间 这上千修士 齐齐的向前踏出一步 气势如红 所有人发出了最大的声音 拜见大人 声音如天雷一般轰动八方 蕴含着敬畏 传遍整个第三军的领地 包括李洪明在内的其他前夫长 都听到了这声音 纷纷的心惊 不少人都从四周的各自领区内走出 看向白小春所在的方向 一眼 他们就看到了这上千修士 更是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坚韧不屈之意 还有那种仿佛藏在了骨子里的战役 这战役不是针对白小春 而是只要白小春一声令下 目光所至 他们就会将其移为平地 小兵汉将啊 这些人因对白小春感恩 更因见证了白小春的铁血狠辣 所以对其敬佩 进而狂热 他们在没有彻底保温前 已属于白小春的私局 李洪明等人看在眼里 心神震动 这次白小春来到自己的兵营 他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身影 感受着那股 喊不畏死的疯狂 自己体内的血液 似乎在这一树 也都急速流动 他脚步停顿下来 脑海里浮现出的 是半年前那场凶险万分的战争 搬上之后 白小春缓缓地吸了口气 他心中感动 他明白是自己救了他们 可同样的 也是他们救了自己 尤其是他能感受到 这些人目中的憧憬 以及对自己的狂热 白小春内心触动 他右手猛地 抬起一挥 跟着我 大家有酒一起喝 有肉一起吃 有战功一起多 还有 逃命时 大家也一起逃 白小春大吼 他觉得自己这番话说得非常霸气 说完后 那上千修士 一个个墓中似都有了笑意 再次抱拳 奇奇的咆哮 大喊着 尊大人命 声音更为响亮 轰动四方时 李洪明等人 一个个面色都有些怪异 他们见过很多同僚 面对军事的讲话与鼓舞 可却从来没听到 如白小春这样直接的 远处剥皮军所在的 那如一口巨大的棺材的建筑内 白林站在那里 遥望白小春所在的方向 摇头一笑 他身边跟着十个 穿着铠甲的身影 大都是中年 也有一些是老者 一个个神色中带着一丝完美 他们原本正在商议 关于剥皮军的事情 被远处的吼声吸引 这才神石扫过 这白小春 说话也太直了 居然逃命还一起逃 白林笑了笑 转头看向身后十人里的一个白发老者 周兄 白小春在你那里 此次对我剥皮军用处极大 你要多照顾一二 这十人正是剥皮军的十大万夫长 那白发老者便是白小春的上级 第三军万夫长周兴军 他闻言笑了笑 微微点头 君主放心就是 在老夫那里 白大师的安全 必定无碍 白林点了点头 收回目光后 与身边这十个万夫长 开始继续的商议 关于剥皮军的要事 与此同时 白小春也在四周上千修式的簇拥下 进入到了兵营中 将这里当成了自己新的居所 赵龙等人作为亲卫 立刻安排下去 很快的 这兵营里 离离外外 守护的极为严密 任何来往之人 若没有守力 难以踏入四号 毕竟 如今的白小春 不但是千夫长 更是蛮荒击沙榜内 排在第十的人物 一个天守魂的悬赏 动心的不仅仅是蛮荒 甚至还有修士 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 曾经在别人身上也有发生过 时间流逝 很快 过去了半年 白小春来到这长城 已有近两年之久 可自从他成为千夫长后 长城外的战争 虽一样经常发生 只是如当年那种规模的 却几乎再也没有过 而白小春对于长城 也早已熟悉无比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每隔一段日子 穿着千夫长的铠甲 带着大量修士 大摇大摆的 走出兵营 在长城内溜达 享受着每次外出时 其他路人以及修士 看向他时 那种带着敬畏与羡慕的目光 这种事情 白小春乐此不疲 非常热衷 赵龙等人开始还很诧异 内上千修士也是如此 彼此神色古怪 可慢慢的随着次数多了 纷纷知道了白小春的性格 只能尴尬一番 渐渐的也都习惯了 只是白小春外出的次数太频繁了 甚至有些不务正义 就连白林也都听说 很是头痛 于是安排一番 这一天 当白小春带着上千修士 再一次出行时 他享受着四周路人 那羡慕的目光 竖着耳朵 听着来自四周的低声议论 正心里美滋滋时 忽然的在远处 竟足有数千修士 穿着整齐的铠甲 呼啸而来 所过之处 竟直接清场一般 让这四周所有人 全部推开白账范围 哪怕是白小春这里 那些人分明看到 可还是踏步而来 直接驱散 白小春立刻不干了 你们干什么呀 万夫长 年之荣大人出行 二等立刻退后 那修士悠悠开口 袖子一甩 手中拿出一枚令牌 这令牌一册写着年字 另一册则是剥皮图腾 在五大军团 能有这种带着自身姓氏令牌的 只有万夫长 拿出令牌后 这修士不容分说 直接挥手 顿时他身后数千修士上前 混改一样 将白小春等人推后 白小春很不高兴 可却没有办法 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足有 尽万修士出动 几乎将四周全部清场后 远处划光璀璨 一个老者穿着赤色铠甲 一路走来 其身后跟着十位千夫长 每一个都恭敬无比 簇拥此人一路走远 而被推赶在百丈开外的不少人 在看到这一幕后 立刻就爆出了真正的欢呼声 那一道道狂热的目光 比之前看到白小春出行时 强烈了太多太多了 甚至嗡嗡的一路吻声 此起彼伏 传入白小春耳中 万副长 天哪 很少看到万副长出行 任何一个万副长在城城内 都是惊天动地 跺脚就可让八方震动的大人物啊 那种气势 那种排场 以及霸道 看得白小春目瞪口呆 连连吸气后 他内心酸酸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万副长吗 白小春看着对方的排场 狠狠的一咬牙 我也要成为万副长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